好,我們剛剛已經把那個按鈕接到這一排 這一排的其中一個位置上面 那你要知道你自己接的是幾號 等一下我們要用的就是幾號 好,那回到你的程式 好,那按鈕呢 我們上次有講過 就是你要使用它的那個腳位插座的時候 我們都要先做什麼 好,啟用的動作對不對 好,你演電影的話要先僱用演員嘛 要記得,僱用來才能叫他做事 所以一定是先啟用 好,那麼我們剛剛用的腳位是數位腳位 所以你把這個啟用數位腳位的積木拿出來 然後你剛剛要看你這邊插在第幾隻腳 像老師是插在第四隻腳 那我就要把第四隻腳啟用 所以我這裡就要選4 那如果你是插在別的號碼 你就要選那個號碼 好,然後輸入這邊 有很多個對不對 我們就是純粹的輸入 純粹的輸入 純粹的輸入 所以你就不用再改成其他的 好,啟用之後呢 啟用之後他就可以幫你做事 那你要教他做什麼事呢 我們要去看看他有沒有按按鈕嘛 所以要去讀取他裡面的數的資料 那讀那個數位接腳的資料的積木是這一個 讀取數位腳位的值 那這個號碼要跟你的號碼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一樣要選4 所以你啟用之後 我如果想要知道他裡面到底是有沒有被按下去 那我就要用這一個來讀取 但是這一個呢 這一個在螢幕上沒辦法看到 所以我們要先讓他可以看到 等一下讓小貓說出來 所以我直接用外觀 小貓會說話對不對 所以我們用說的積木把它塞進來 那這樣子呢 當你執行這個說的時候 小貓就會在這裡說話 那說的內容呢 就會是這個裡面的數字 那因為我們要讓他一直偵測 一直不斷的偵測 所以你要用控制裡面的重複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 他就會一直偵測裡面的數字 然後說出來 好,所以我就把它接起來 再加上程式的一開頭 都要有這個點率期 對不對 這大家都不會忘記 好,所以如果這個都弄好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當我把程式按率期執行的時候 現在是0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去按按鈕 那我如果去按按鈕呢 我按下去 來,數字變多少 1 我放掉,數字變多少 是不是很簡單 你就可以知道你到底有沒有按按鈕 可以知道他的狀態 這樣了解嗎 來,麻煩你 我可以按按鈕 我可以按鈕 我可以按鈕 我可以按鈕